謝謝 今天本來不是要來講這個題目 因為很早以前就敲好 本來今天的目的是要來賣 書跟捲 我還是有帶書來 幫我找一個可以插入賣術的時間 上面有 那 就是 剛好前一陣子有機會講這個題目 那我想說在這邊 既然準備了好 我就來多做一點分享 那在分享的時候 也許可以再多談一些 在我上次談並沒有 談到的部分 好那我想很多人可能會 對太陽花 學運是會有一些 想法的或者是 也有這邊也許有朋友是參與過 可是其實我不太喜歡 叫它叫做 太陽花學運 那因為這是一個魅屬就是 太陽花在這邊沒有講太陽花大家才知道 我要講什麼 那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它不是學運 或是它不只是學運 它是一個有非常多的學生 還有MGO 還有一大堆的自主公民 他們所共構共組成的一個運動 那只是我們看到媒體上面 比較出現的大概就是學生 或者是比較出現的只有兩個學生 那就是非凡跟韋庭 那另外一個比較會再看到的大概就是兩個不是學生 就是賴醫師 不是賴醫師啊賴律師 中強律師 跟我插名字很像 那另外就是國昌 國昌老師 那偶爾在那個 這個跟江儀花吵架的時候 會有一個雞農歌 那個涼涼涼涼 大概你會知道不是學生的大概就是這些 那其他都覺得學生 可是坦白說衝進去那天晚上 絕大多數的學生有很高的比例 那非學生的比例也不少 那在外面場控的 就是外面聚集的可能很多是學生 可是在外面場控 例如說在浸南路跟青島東路 在維持整體的這個運作的 絕大多數都不是學生 而是MGO組織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了 有去 其實我沒有去幾次 我只有去一次啦 對 那我去人家的時候 我就突然間有個想法 就是說我如何去測 把這場運動把它搞垮 把這場運動搞垮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讓MGO組織全部消失 這場運動就結束了 好 就是說 因為在外面都是MGO組織在故場 所以它才能夠撐那麼久嘛 那所以我們看到都是一個學運 那但是其實它並不是一個 不只是一個學運 那為什麼叫太陽花呢 其實對很多人來講都是一個謎 好像前一陣子 剛好有人在訪問這個題目的時候 訪問我說為什麼 運動都要搞一個植物之類的 例如說野百合啊 然後野草莓啊 然後茉莉花啊 然後這邊是不是太陽花 所以太陽花是不是 循著那個植物的名稱而來 那太陽花據我所知 是因為當第一天晚上 就有人拿了一朵太陽花進去 然後就放在立法院的那個 主席的講台上 然後就蘋果日報就拍到 然後拍到之後 就叫太陽花學運 然後之後所有很多的東西 都叫做 很多的稱呼就叫太陽花學運 然後開始有很多人 開始送太陽花 然後再來就是秋衣的太陽花 所以它達到一種頂端 所以不管是太陽花或是學運 其實你對這場運動的認識 即便你到了現場 你還是被某種程度的 是被媒體給定義下來的 所以媒體在這樣的一個運動上面 其實它扮演了一個 還蠻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在這場運動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是在3月18號 那我一個堂課就是在 叫做媒介與社會是在禮拜一的下午 那那堂課的前一個小時 因為叫媒介與社會嘛 所以那堂課的前一個小時 都會請同學來分享一下 這個當天當週你覺得比較重要的 一個媒體的議題 那所以一方面我可以這個 讓同學有充分的討論 另一方面當然老師也是喜歡偷懶 就是把主持節目開放call in 就會很輕鬆 大家開放call in 就不用準備了 大家亂扯 就跟他亂扯就好了 那所以就是讓他大同學在討論 那我記得我們那天 3月18號的時候 討論的是 兩位的香港的女生到台灣來 然後在台灣做了一些 可能台灣人覺得非常誇張 當然我們都會覺得 蠻誇張的一些舉動 那所以媒體的報導非常非常多 那同學們就覺得說 為什麼媒體要去追殺這兩個人 即使他們做錯了 為什麼要用這麼不補比例原則的方式 不斷地去擴大他 甚至有些媒體還會去說 他是不是有整形啊 然後把他國中的照片 中學的照片都拿出來啊 那有必要去追殺到這個程度嗎 那這個議題大概討論了 大概有快一個小時 然後呢最後快結束的時候 我就話風一轉 我就說 同學們你知道嗎 昨天晚上就是3月17號的時候呢 3月17號曾經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張慶忠的30秒的事件 好 就是你知道 我們應該在審福茂嘛 你知道那天在審福茂嗎 那絕大多數的同學都不知道 那知道了大概全班70個同學 大概不到10個人 那後來我就再問說 你知道什麼是福茂嗎 那人數不多的舉手的狀況之下 他又更少了 那你支持福茂還是 反對福茂呢 那連福茂是什麼都不知道 更不能去談說 到底知道 不 暫成或是反對 所以 在那個所謂的 張慶忠30秒 3月18號的那一天 其實當我們在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 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他可能連聽都沒有聽過 那後來到3月18號的晚上 就有一群人衝到了立法院 而衝到立法院裡頭 那其實在另一天晚上 就開始有很多的媒體 感覺應該是會報導 可是3月18號的晚上 其實在整個媒體上面 就像我們這邊提到說 它是一片漆黑 我只不過是希望你轉過去頭 看一下四個字 一片漆黑而已 對 那一片漆黑 再認真做PPT 不要一直看我 這樣我會害羞 就是一片漆黑 那所以為什麼一片漆黑 就是 這個事情很突然 但是它其實一點都不突然 我說很突然是說 衝進去立法院很突然 突然到連林菲凡跟邵維廷 他們都覺得 怎麼會衝進來 對不對 那不突然是說 這個其實這一群人 他們其實從一年多以前 大概一年前就開始在反對符貌 然後你記得去年的10月10號的時候 曾經有一群人到那個總統府前面的那個司令台前嗎 不是在那天晚上佔據了很久 不願意離開嗎 他們原本要攻下警服門 然後也是被警察強制的驅離嗎 你看你們都一點都不關心符貌 對 不要再說這一點都不關心 在那個時候 其實人家就做了非常激烈的動作 然後在審查的那幾天 他們其實每天都在立法院 每天都在立法院 甚至他們也要發起首頁的活動 因為他們好像守了幾十個小時 那可是其實都已經宣稱 而那樣是說我們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媒體的報導很少 所以那天晚上衝進去立法院 其實沒有SNG社在旁邊 然後沒有什麼 就很多的電視台大概都收棚了 那挺多的就是跑馬燈 那但是其實那天晚上就開始有很多人 知道了這個資訊 為什麼 就是開始有人做直播 可是即使在當天晚上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的訊息 就是在電視上面沒有看到任何的訊息 隔天早上開始出現的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們看到其實是這個畫面 就是光頭喝酒 然後光頭要去擋 然後光頭後來還發生怎樣 這是酒駕還是蛋馬被抓嗎 我們看到大概就是這樣子對不對 那這個看到這個畫面 我就覺得很好玩喔 其實行政院 衝撞行政院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不以為難 不以為難的人應該是比較多的 那就覺得這些人很暴力對不對 可是衝撞立法院會比行政院不暴力嗎 衝撞行政院沒有人受傷 衝撞立法院其實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很多的畫面對不對 例如說去翻委員的這個什麼資料啊 然後把左眼弄的壞啊弄壞幹嘛 可是行政院基本上也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可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在衝撞立法院的時候 你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衝撞行政院你感覺很可怕 而且覺得好像不應該很暴力 理由之一就是衝撞立法院的時候 沒什麼報導 衝撞行政院的時候是大幅的報導 所以你會感覺到那種情緒 那種情感上面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好那衝撞立法院之後 第一個出來的照片其實是這個 那後來呢就開始出現跟警方對峙 然後開始要呼籲理性 這大概是隔天 那大概開始有一些報導出來了 那當然一直到最重要的 引起更多人關注 大概就是這一件事情嘛 就是邱毅的這個 相交還是夏日葵 OK好 那再來一個就是 當然就是行政院的這個 強制的驅離 然後看到非常寫心的畫面 在已經是3月23號的晚上 那因為這個畫面也讓很多人 開始覺得這個警察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這個國家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這個行政院那天其實還有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太陽餅跟屏東的蛋糕 那也是大家非常關切的一個議題 那至少我們的部長感覺蠻關切的 那當然後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林北凡的衣服 還有他眼鏡是不是哈利波特戴過 對或者是後來最近大概就是 呃這個 陳薇婷的衣服拿去拍賣 結果梅大師喊假的嘛 那還有陳薇婷她的跟學姐的交往 那就是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對不起 很重要或是很大的一個 一個報導的這個面向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媒體它報導的比例跟過去 跟一開始的時候是有很大的不同 那但是其實也看到 當媒體開始大幅報導的時候 也開始慢慢出現了一些衝突 所以譬如說TPBS或者是這個中天 他們大概是被群眾攻擊的 最嚴重最凶的這兩家報紙 因為這兩家報紙當然有一部分是作假 或所謂一部分是對這個學運者的一種 一種所謂的扭曲 那另外一方面其實相對之下 這兩家電視台其實並不是那麼的 它所報導的內容並不是抗議者所同意的 如果這個我們可以講這種狀況 如果報導是扭曲 但是把它扭曲得很好 把它扭曲得跟神一樣 請問他會不會被抗議 但是扭曲得跟神一樣 是不是也是這種扭曲 那為什麼扭曲得跟神一樣的時候 我們不去抗議他 而扭曲得跟鬼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抗議他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們未必不喜歡扭曲這件事情 我們只是希望的是他扭曲的結果 跟我們的想像到底是不是一樣 所以這兩家媒體扭曲的結果 跟抗議者的想像 跟抗議者的期待 其實是不太相同的 所以我在想說到底什麼叫客觀中立 在台灣的客觀中 或全世界客觀中 常常就是這個媒體的報導的 這個立場跟結果 跟看的人的觀點的立場有沒有相同 他才知道客觀中立 可是他真的就是這樣就客觀中立嗎 我一直覺得 伊甸市跟年代新聞 在這一次運動當中 是非常不客觀中立 因為他極盡可能在討好抗議者 他並沒有好好的去把他們的訴求 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們待會可以再繼續問這些問題 那當然比較更打媚的 其實我覺得他還蠻厲害的 就是 變成這種囧境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這麼處遍附近 處之太難 那當然這個一個基層的基層 是不是要受到這麼大的對待 這個其實是可以討論 我們待會可以來談一下這個問題 那當然包括大概就是中天系統 中天系列都常說 望中現在就被抗議 就是說他們又到這個望中的這個 這個中天電視的前面 那中天電視其實也蠻妙的 我有寫一篇文章說 當你去跟一個賣面老闆抗議的時候 那老闆通常都會跟你說 不好意思啊我下次會改進啊 那他絕對不會拿一個牌子在旁邊說 我要捍衛我的賣面自由 可是這邊就出現的時候 就找了一大堆人 然後又用了動員很多的幾百個人 然後又再用擴音器 那又再談這個東西 他其實這個 他常常講說自己商業媒體 可是我覺得一點 他其實都是一種前現代的 這種所謂的經營的方式 他其實我覺得根本不是那麼商業化 商業化基本上來講 真正的商業媒體 他不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這段過程當中 你看到媒體 電視台報導的非常非常多 例如說我們看到最 新聞台的收視率的這個調查 這是總數喔 你看那個最高的時候 是在323 馬英九的記者會 跟323的這個驅離事件 他收視率高達多少 高達將近五個百分點 這是所有新聞台的收視率 加起來高達將近五個百分點 五個百分點有很高嗎 五個百分點代表是有95個百分點 是不看新聞台的嘛 所以不要再告訴我說 台灣的新聞台有多厲害 然後新聞台也不要告訴我 是因為觀眾愛看 全台灣加起來 在最高峰也不過是五個百分點而已 但是不管如何 相對於學運前或是學運後 這個還是一個非常大的高峰 還是一個非常大的高峰 好 那這個是新聞台 跟其他電視台的比較 那新聞台它的比例還是比較高的 新聞台的比例還是非常非常的高 就是相對其他節目的類型的比較 還是比較高 那這裡其實更有意思的是 三立跟民視的收視率 其實是整體來講是最高 大概七個百分點 好高 0.7個百分點 對 那所以不管怎麼樣 你會發現在學運的時候 學運前跟學運後 整個電視台的這個所謂的收視率 或者是整體來講它的收益是很高的 那換句話說 電視台在整個的這些議題的報導上面 它的報導量很大 那你也看到像包括像TVB 包括像山立啊 或者是像民視 它幾乎停掉了很多很多的節目 那一電視也是如此 那一電視更誇張 一電視在晚上12點收播的時候 它收棚但是不收播 怎麼樣收棚不收播 就是它已經沒有再錄了 可是呢它的攝影機是什麼 接在立法院的議場上面 所以它在做直播 所以一直到隔天早上 如果你晚上打開電視 你都可以知道立法院裡面在做什麼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報導的量非常大 大到很多的新聞其實都消失了 大到很多的重要事件 其實我們也都不知道 好當然這個運動是很重要 但是是一定要用這種方法報導嗎 我覺得這是可以再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媒體的報導量這麼這麼大 所以在那個行政院之後 有一天我去加大演講 那就從公佔行政院之後 大概有幾天之後 我到加納去演講 我就問加納的同學說 同學你最近應該有看到很多有關 福茂新聞的報導 或所謂佔領立法院的報導 或太陽花的報導 那所以你會不會告訴我什麼是福茂 好 會不會告訴我什麼是福茂 那福茂的內涵有哪些 福茂的條文有哪些 福茂對台灣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有哪些是正面的影響 哪些是負面的影響 加納的同學也是說不出個說意來 我相信回去問我們中正的同學 經過了兩個禮拜三個禮拜的媒體的報導 我們恐怕也說不出個說意來 因為在這兩三個禮拜媒體的報導量 雖然很大 但是到底什麼是福茂呢 他的討論相對之下 我講的是相對之下 跟他所報導的這些衝突也好 或是花絮也好 他的比例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所以不要以為媒體報導的議題多 我們就會對那個議題了解 那要看他報導這個議題的 什麼樣的面向 好 所以整體來講 在組合媒體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有幾種很有趣的面向 第一個就是早期 大概對這個議題是不聞不問的 那我這邊特別指的是電視新聞台 他比較不聞不問 可是有些雜誌有些報紙 其實台灣的雜誌跟報紙的水準 我覺得都還算蠻不錯的 他對這個議題其實都有一些的這個報導 當然不見得有那麼多人注意 那再來就是所謂的立場鮮明 就是體服貌跟反服貌 大概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立場鮮明的這種差別 待會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順口溜 那再來就是所謂流水葬式的報導 就是報導的這種所謂的類型 或者是他幾乎就是誰說了什麼 然後幾乎的時候開記者會 然後幹嘛幹嘛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寫日記 就是小學生寫的日記的那種 比較流水葬式的這種所謂日記的方法 那再來就是所謂的瑣碎化 就是會報導一些破碎的 一些比較瑣碎的 一些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 不是那麼核心的議題 那報導非常多 特別是像這些人的花絮等等 那報導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 那當然也是很多人批評的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很多的這種所謂的英雄化的報導 特別是對非凡跟違庭的這個報導部分 其實是這樣的一個比例是很高的 那當然還有一個就是 戴偉偉特別談叫做不愛又恨 所以說媒體工作者 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體上來講 對這場運動它是 除了有一部分是支持之外 其實很多時候是不愛的 那他甚至會恨 為什麼恨 如果是你你可能也會恨 因為你原本可以休假的 但是不能休假 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原本去採訪的時候 你應該去議場採訪 別人都可以進去 你要去採訪 你要說你不能進去 你會不會很討厭他 我來工作 你幹嘛還要看我的記者證 然後有些更倒楣 就是他在 例如說把中天滾出去 趕出去議場等等 那你說他會不會恨呢 當然會恨 他本來就不是很支持這場運動 可是又被運動者這麼的對待 所以這些媒體工作者 會有這些反應 我覺得不見得要同意 但是可能得要去理解他 人家為什麼會有這樣子反應 所以例如說他本來 經過很多的電視才都停休耶 然後24小時待命耶 然後蘋果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有六個中心 都全部去支援報導這件事情 那他原本要安排好的採訪 全部都得要停下來 連林義雄的絕食都要停下來 還好人家沒有恨 人家還是蠻支持的 可是你不能夠要求 媒體工作者都是這樣子 所以他有很多很有趣的情緒 很有趣的這個過程 而且其實很多時候 在一個社會運動當中 或是在一個社會的變革當中 媒體通常都是一個保守者的角色 媒體通常都是一個保守者的角色 他通常不會願意去促成社會變革 這跟媒體背後複雜的政治經濟的連結 是有一些關聯性 待會我們可以再繼續的談 OK 所以媒體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立場 所以在網路上面就出現 也算出現這個順口溜 就是說有一天可能在外面聊天 然後老大就說 我跟你們說要看警察打 你就要看三立 要看學生丟石頭 丟石頭警察 打警察受傷就要看中天 然後你看不看TPBS 有啊如果要看支持服帽揪金器 你就要看TPBS 那如果怕服帽就會造成亡國的話 你就要看民視 所以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立場 每個媒體都有他自己的立場 每個觀眾都有他自己的立場 他都有他很多自己要去選擇的這個地方 OK 那當然在這過程當中 曾經發生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插曲 這個插曲是 在中正一分局的那天晚上 這位先生他是台式記者 那這邊有一個人 這邊應該沒有看到 那不知道是不是這位穿藍色衣服的先生 然後呢他去這個貼 中正一分局前面貼海報 那一邊貼呢 那這個台式記者就一邊撕 算是非常神奇 就是記者不是應該去採訪對不對 然後你幹嘛一邊貼一邊撕 然後呢這個記者就被包圍起來 這在裡面這個最經典的一幕 那來看一下我們桌的報導 快編 快快 為鳥 快安 快安 中正一的这个聚集其实是一个非常多样 一场生活运动他本来就不会是同一批完全同质性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所组成的 那中正一又是网络上面号召出来的 所以在里面有人支持警察有人反对警察 当然反对警察是比较多 有人比较激进一点暴力一点 有些人是比较喜欢温和一点 那所以他有各式各样的人在这个中正一分局的前面 那产生了这个一场这个运动 所以中正一的部分其实也不是只有看到 洪崇燕跟警察在对峙的或是对骂的那个画面 他其实有很多的部分在媒体上面 他其实是没有呈现的 而其中就是要谈的就是这一段 OK 反正 請問,你答不出其他剛才有說的 那個事後先生請問你有看到嗎? 我沒有看到,可是我記得他這樣講,他這樣都很覺得那他就會說,他維護事後整天不行嗎? 好,所以,大家稍微知道,大家稍微知道 這樣的事情,剛才有非常多人想拍 我們不希望,不理究你的畫面,在網路上,到處流傳 所以,我們必須把事實理解清楚 這種布置,剛才各位,只剩一口千的說 他在牆壁上沿路張爹,國家暴力的標語 沿路張爹的標語,被這位調問乘生,被攝影機,台式的先生,沿路的施行這些標語 大家對這個事實,有沒有疑問? 沒有! 沒有! 不贊同,不贊同這樣40分數 剛才兩位先生,如果覺得要講錯了 我們現在就把事實說出來 有沒有人不認同,這樣40分數的? 沒有! 好,所以現在40分數是這樣子 重建現場,直色的英國先生,張天標語 我們這時候在攝影機有台式麥克風的街聲,師徒標語 各位,手設,都有自己的攝影機,都有自己的鏡機 各位,不要害怕,在這個時代,每一個人都是你的媒體 回去之後,把你今天看到的影片,上傳到Youtube,上傳到任何個網路中間 如果有任何美女,展對剛才的畫面,如果要讓取義,有趣實實的話,我一定,就有自己的證據 今天,中間標語,到底有沒有違法? 違法了什麼法? 應該是任何一個,我們有公權的人在親自認定的 當然,如果這個黑白的,我們先生說 他可以當地標語,他還沒使主標語,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 請說,請說 那你們今天來圍正面的話,你經過主認定嗎? 警察有違法嗎?你們來報為警察 坐下來!坐下來! 坐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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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健! wal信是美方! 我現在模仿是我祝ucher,我們都不香采 各位朋友,在這時代... 各位朋友,在這時候,如果在這... 不過不要以為,在一個社會運動場合就是非常暴力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非常冷靜,非常已經性地協調 這位叫做苗伯陽,我們都叫他阿苗,他是費死聯盟的法務主任 平常大家就是這樣子非常穆穆伯陽,然後非常保證很清楚的一個人 願為人承擔,把所要付的法律、道德上的責任,還是同時,又不要過來面對 這一個,是我們成績事實之後,必須要弄清楚 那你明明在那邊包圍台詞,反正你們最近包圍哪裡的習慣呢,再去路過台詞啊 我有問題,請問記者說,在採訪,在做媒體採訪中,是應該公正的去拍攝事實 然後,採訪自己的警戒,是不是應該公正 現在不談馬力問題,但是應該公正,然後自己看過,看過 看過 請問,你有想要回答各位先生說,給標語,就像一個人,出責貨,要死了,他必須要救他 所以看到有人上邊高語,他必須要不要玩意,當亂,他們要先思讀 有無解的意思嗎,現在有無解的意思嗎,如果沒有的話,各位,各位,今天,我在這裡, 跟觀眾先生正直,終究是個第一 今天,不管是KPW的行為,或是記者,視乎標語的行為 還有什麼樣道德意味,還有負什麼樣道德有法律上的責任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的社區,跟我們訪訪的就是他覺得那個 所以,我建議各位,把今天的事實進入下來,還有,進入下來之後,回去第一次的背景,上負出去,把問題的欠量提出來 然後各位,我們現在,回到,蹲在英文局前面,大家覺得,有這樣的建議可以喔 好,那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過程,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對話 好,就是,這對話其實有兩個重點,一個重點就是,這個計程到底可不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後半部會提到的說,當我們面對到這種狀況時候,不一定要去衝突 那我們只要跑,拍攝下來,剛剛阿苗其實有提到說,我們自己有手機,我們有很多社群媒體,我們可以把真相給傳播出去 好